在工地打工的燕子头一年一直独自生活,直到在一餐馆遇到一名男业务员,对方要了他的电话,并不断追他,才让他动摇了。谈不上有多喜欢他,但承认有演员,因此,他们从偷偷摸摸的约会,逐步发展到了同居,成为临时夫妻。 燕子坦言,在工地上说没有爱情的需求,是骗人的,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一种寄托,长期一个人生活,夜深人静时,渴望有一个伴,哪怕只是简单地聊聊天。 在工地上,像燕子这样的女工人有很多,曾经有段时间,我很反感工地上的临时夫妻,想当然地以为假夫妻男男女女混住在一起,而且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得多尴尬呢。 而且,我认为每个人对待感情都要忠诚,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对家庭要有责任感,直到我去工地打工。 找了假老公后,我的三官被彻底颠覆。 儿子上小学之后,我终于获得丈夫的同意,得以进城打工。 当初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在省城一家玩具厂当厂妹,认识了老公后,结合在一起。 然而,随着儿子的降生,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婆婆不愿意到城里来给我看孩子,要求我回到农村去,不得已,我只好放弃多年打拼的一切。 回婆家当了家庭主妇,和老公也就成了一年见两次的异地夫妻。 开始手心朝上跟老公要钱花的日子之后,他对我不再像之前那样体贴,经常不耐烦,生活费更是能拖就拖。 我像个乞丐,尊严实实被他踩在脚下。 再加上婆媳关系难处,我时常抱着儿子深夜哭泣,心想这难熬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熬啊熬,终于等到儿子大了。 能上小学了,我和老公坚持,要到城里继续打工,不想再过手心朝上的日子,否则就散伙。 这一次,老公终于同意了,但是他却怀恨在心,就连路费都不肯给我。 就这样,我拿着借来的二百块钱,踏上了进城务工的火车,由于没有缓冲时间,我必须在二百元花完之前,找到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时间紧任务中,我没手艺也不再年轻,只能匆匆找到一个建筑工地落了脚,帮着砸钢筋,做最苦力的活计。 好在工地包吃住,命算是雇住了。 几天灰头土脸的日子下来,我摸清了工地的情况,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挤挤嚷嚷的工棚里,有几个用薄木板隔出来的单间,里面到了晚上常常发出一些声音。 原本我以为,那是工地为了照顾打工夫妻俩而专门设置的夫妻宿舍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他们并不是真夫妻, 都是些临时搭伙过日子的,贾老公和贾老婆,独自在外打拼,互相关心,按照城里流行的话来说,叫抱团取暖。 这是食堂留大妈跟我闲聊时说起来的,工地上男多女少,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女工,几乎都住木板单间,不用说,他们的身边肯定有个贾老公陪伴在侧。 很快,我发现我也被盯上了,作为新来的女工,我长得不差,身材婀娜,虽说生过孩子,但举手投足间很有气质。 不久我就发现,无论是在烈日下干活,还是在食堂吃饭,身边总有几数被人注视的目光。 你是哪里人呢? 咱们俩认识认识,那天一个叫冯玉山的年轻小伙,趁着晚饭时间,跑过来搭讪。 他真诚的目光威武的身躯,让我怦然心动。 结婚七年了,在外地打工的老公阿诚回家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对我越来越敷衍,并没有久别重逢的快乐与喜悦。 我总感觉我们两人之间早就没什么感情了。 我们结婚早,作为还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来说,内心的郁闷感是难以言喻的。 出来打工后,身边希望有个人关心自己的想法更强烈了。 谁知,你不找他,他居然找上门了,这让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我羞涩地低下头,说出老家的地名,冯玉山立刻表示,自己的表嫂就嫁到我们那里,一来二去, 我们两人有了共同话题,熟络起来。 从此以后,我们俩如影随形,他经常到宫棚南面,来我的铺位上坐着步走,天南海北聊天聊到深夜。 而我也知道了冯玉山的更多情况。 他刚二十五岁未婚,老家有对象,准备过几年攒点钱回去成家,来城里打工已经七年了。 同样的,我也坦白了我的情况,已婚,与老公常年两地分居,有一个儿子在老家,婆婆照看着。 我和老公感情不好,他在别的城市打工,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我的这些画像是一针强心剂,让冯玉山更加开心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们享受着彼此在一起的日子,只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工地的人对我们这样的行为早已见怪不怪,大家默契地遵守着其中的规则,不问,不说,不讨论,只是看我们俩的眼神带着些许异样。 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他毫无顾忌的体贴和照顾。 转眼来到了盛夏,冯玉山与我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如果有一天见不到,就会彼此牵挂对方。 一天? 他默默捡来了几块工地上没人要的破木板,请了半天假,在宫棚里忙活了很久。 等我收工回到宫棚,看到如此场景,木板床的一余已经成了个温馨的小房子,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晚上我过来,冯玉山看着我笑了笑,转身走了,眼神里的寒意不言而喻,我心跳加速,内心还想着拒绝。 毕竟我是已婚身份,谁都没想到,他根本不打算给我一个拒绝的机会。 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呢? 我内心劝说着自己。 夜幕降临,我洗漱好之后,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那个临时木板屋,竟有几分紧张。 然而,当我坐在床檐上,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不对,床上的人五大三粗,很胖,一双眼睛紧盯着我,根本不是身材魁梧的冯玉山。 啊,你是谁啊? 对方见我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捂住我的嘴。 对不起,别喊,别喊我是冯玉山的朋友,是他让我来的。 什么情况?冯玉山这样做是几个意思? 一瞬间,我心乱如麻,只想赶紧逃出这个让人觉得危险的小屋。 你先别走,现在出去,大家都盯着看呢,我告诉你什么情况,你再做决定,好吗? 眼前的男人声音低沉,语气中尽是哀求,为了让我放心,他甚至往墙边靠了靠,离我尽量远一些。 你说吧,怎么回事? 我心情缓和下来,倒想听听看,这两人究竟为什么唱着出双簧。 原来,眼前这个人叫阿莱,是冯玉山的表姐夫,阿莱因为要给远在家乡的父亲挣医药费,已经出来打工好几年了,谁知一个没看好。 家里的老婆出轨了,跟了同村一个死了老婆的官夫,这件极其丢脸的势闹的人尽皆知,他家丢尽了脸面。 这件事冯玉山知道了以后非常自责,一来,当时表姐和阿莱的结合,是他牵的红线。 二来,他一向敬重阿莱的为人,两人关系很铁,于是为了补偿这个曾经的表姐夫,他下定决心,一定给阿莱找个更好的妻子。 起初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只是他执意要帮我这个忙,说是一报还一报,这样一来他内心能舒服一点,我也就由着他了。 阿莱有些羞涩,他说,冯玉山那小子有一副好皮囊,而自己五大三粗,一和女人说话就脸红,所以冯玉山为了尽快还清这个人情,甘愿自己出面。 听他说,你也是和老公感情不好,郁闷了很多年,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们俩交个朋友慢慢了解,我也就是想在打工的时候找个伴,没别的意思。 说实话,这个阿莱的话还挺真诚,我慢慢地也对他没那么反感了。 至于冯玉山,听说他帮前姐夫办完这件事后就要回老家了,也不存在以后见面会尴尬。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阿莱和我道别之后就转身走出了宫棚,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让以后有什么不方便的可以找他。 在后来,我送材料的时候悄悄到工地上看过他几次,他是油漆工,满身的五彩斑斓,相貌的确不怎么样,看上去很凶,但他干活的时候很认真,看来是个为了生活努力的人。 有一次我砸钢筋时,不小心砸到了脚趾,瞬间血流如注,在最无助的时候,我把电话打给了阿莱,二话不说,他立马请假,把我送到了医院。 看着眼前帮我跑前跑后的男人,我的心慢慢开始接受他,一个女人独自出门在外,需要的不就是一个知冷知热,能真心心疼你的男人吗? 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我俩在一起更多的是两个在感情中受过伤的人,在精神上的慰藉。 我们俩退出了宫棚,在工地附近租了间小小的单间,平时他买菜我做饭,晚上住在一起,虽说和别人一样,是假老公和假老婆,但我们感情一直很稳定。 在这里,假夫妻住在一起并不会被人说闲话,反而有很多人羡慕阿莱,能找到我这样的临时妻子,每天下工回家有人做饭,渐渐地,我们也就把彼此当成了真正的另一半。 说实话,在与阿莱相伴的这些时间里,我真实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妻子会受到的关爱,阿莱话不多,但真心疼我。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没有老公的话,那年辣月,我和他分别遇上了两件事,他常年卧病的父亲病情恶化,让他回家帮忙转院,而我老公在城里赌输了一大笔钱,也打电话让我回家想办法。 在出租屋,我们依依惜别,虽说都是提前回家过年,但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一别变数很大,或许就是临时夫妻解体的时候到了。 我悄悄往他的行李箱里塞了五千块钱,想着他父亲病重,或许能帮上忙。 而当我上了火车,却发现衣服口袋里多了一万块钱,看来这是阿莱的一片心意。 回家乡后,我和老公免不了一阵掰扯,他说,我赚钱替他还债是天经地义,逼着我把辛辛苦苦砸钢筋的积蓄全部拿出来。 我不肯,我们闹到了村委会,有懂法律的大学生志愿者向他科普。 赌债并不算夫妻共同债务,可老公依旧不依不饶。 要是不拿钱出来给我还债,我就跟你离婚。 好啊,离就离。 这句话,我像是等待了很久,终于能贴开这段令人窒息的关系,我心里感到无比轻松。 离婚证到手,我们分了家,孩子归我。 春节过后,我带着儿子再次回到那最熟悉的城市,走进出租屋,一切恍如隔世。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阿莱也回来了。 我父亲去世了,以后要为自己打拼,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我有些羞涩,但如今,已经成为自由人的我,多了一份洒脱和自由。 我离婚了,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还是一起过吧。 苦日子两个人慢慢熬,总比一个人独自熬要好得多。 我们很有默契地没再多说,把小屋收拾干净,也许保持现状。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能把假身份转正,谁知道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过好眼下的每一天。